小米手机还能这么用,解锁手机,双击屏幕底部的手势提示线 请帮我设置一个小时后的闹钟 好的,你帮你定好下午1点28分的闹钟 点击左下角的这个星星符号 我们就打开了小爱视屏幕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小爱帮助我们识别屏幕上的信息 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圈选需要识别的对象 然后问一下小爱 小爱给的答复太详细了 好了好了,太多了,不要了 遇到屏幕上的英文,我们还可以让小爱翻译屏幕 你看,原来屏幕上APP的英文都翻译成了中文 点击屏幕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切换 也可以点击中间的照相机 让小爱帮我们看一下周围的事物 这是什么 太方便了 我们还可以让小爱帮我们看一下拍好的相片 选择记一下 它就帮我们读取了证件上面的信息 点击记住 就保存在了小爱记忆里面 下次你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可以来到超级小爱记忆 这里就记录了上次读取的信息 是不是很方便 这么厉害的功能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呢 超级小爱是基于小米自研的澎湃OS2系统 我们来到手机的设置菜单 搜索小爱 来到超级小爱这个菜单 选择唤醒方式 第一种是电源键唤醒 长按电源键印表松手唤醒超级小爱 第二种是系统手势唤醒 长按手势提示线唤醒超级小爱时频 双击手势提示线唤醒超级小爱 第三也可以开启语音唤醒功能 你可以选择使用小爱同学这个名字来唤醒 或者使用你自己定制的提示词来唤醒 我已设置好了语音提醒功能 小爱同学 我在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觉得这个小米的AI是不是很厉害呢 赶紧来用一下吧